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读翁频道 今天是2024年7月11日第1291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中国平安,阻住汇丰发达 在我们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呼吁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的条片给你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最好了 深正上正昨天跌,今天就很好市场 为什么?有些人说是美股那边带动 但是我就不知道,不过今天我们香港的港股 应该是由科技股带动真的 你都知道深正和上正都是跌得比较厉害 今天下午听新闻电台说 深正上正好了,今天一个深正升幅接近2% 而上正都有超过1% 但是他们都在投诉的一件事,就是成交今天都是不配合 因为两个市场加盟都是不够8000亿 亦都是比以前差了至少两三成的了 那我们香港呢,今天就很帥的 突然间一声就升了360点 已经是将星期一、二、三这些情况全部抹走了 所以明天星期四就变成一个最主要的日子了 如果明天再有得升的话呢 那今个月呢,即7月份里面呢,第二个星期有得升的了 所以是不是前途不是说特别差呢? 那我不敢说,因为呢 香港太多变数了 那不过有一段新闻呢,我就觉得 真是中国政府要想一想应该怎么做 那这一家公司百度啦,编号9888啦 那它旗下呢,就有个自动驾驶的服务平台啦 这个叫做罗伯快跑的 那这个罗伯快跑呢,已经正式落地了 在这个武汉呢,就经营的了 那市民呢,可以提,可以向市民呢 提供这个自动驾驶出行的服务 那初期的时候呢,这个罗伯快跑呢 就在这个武汉呢,就投入十架 那不是说特别多的而已 但是用户呢,就可以透过一个APP 这个APP呢,就一个按键呢,就可以叫到一架车的了 就是可以call车啦,是不是? call车来呢,就可以提供服务啦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听说这个百度的罗伯快跑呢 已经在这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这些重点地方 和这个重庆呢,这些等等的城市呢 已经是开放呢,载人出行服务的了 不过呢,就在这个北京,重庆和洋泉 就展开了商业化的收费 收费出行的服务 那,有些的,听说的士司机呢 就已经开始很害怕的了 因为你这些呢,喂,大佬,你真是阻人搵食喔 你这样搞的话,如果给我搭 我都不喜欢有司机在那儿 宁愿呢,宁愿没有司机在那儿 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安全至上 如果这些车是安全的话呢,那就没问题 刚才我听电台呢,也有说了这架车呢 他说那个时速呢,大概是40公里左右 那一定是不算快的啦 不过如果,呃,如果不是说计理数的 只是计,呃,多少钱的 譬如说,由这儿到那儿多少钱的话 那他走慢点,那都没所谓的 啊,最怕就是他可能呢,不知道怎么算啦 但是,如果因为没有司机在那儿 会不会很便宜呢? 哇,如果便宜的话呢 那当然是对这个百度有好处啦 但是对很多打工仔呢,就没好处啦 因为,中国现在呢 其实很多人都很难找工作做的啦 现在那些是没东西做的 要不呢,就去驾车 那如果你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想着生存下来的 你都给他,你都不给他生存下来的 那怎么办呢? 不过呢,想一下内地怎么办呢? 不如想一下我们香港怎么办 不过啦,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香港的红色的士呢 那最新的成交价呢 跌到只剩620万而已 成交价还在8月9日 对啦,就是2024年的成交价是8月9日啦 那虽然还没到 但是呢,签约就是7月3日 那你可想而知呢 这些这样的红色的士呢 已经有700多万,跌到260万 你说拿着它是不是很痛苦呢? 那如果遲些来到香港 又用这个什么萝卜快跑的话 那怎么办呢? 这一样东西呢 我真是替我们香港经济惨了 不过呢,香港经济惨而已 内地经济一样这么惨而已 如果连些所谓可以找到吃的方法 都抹杀了它的话 那你说这帮人怎么生存下去呢? 这样对好像全国国家的经济都不是那么好喔 中国呢,整个国家那么大我们就理不了的了 那就理回我们香港这一边啦 那昨天呢,第1290集呢 就说这个小户呢,就夹爆了大户 那些人以为我反过来说 不是的,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被这个蔡志明呢,夹一夹呢 就这个新鸿鸡呢,已经不见了很多钱的了 那昨天呢,那个股价就跌到尼沙普啦 剩下了65.7啦 那今天呢,因为大市上升 那它也涨了,今天也涨得很英俊 涨了3.8% 不过不知道啊,郭老太呢,不知道有没有出手呢 因为刚才呢,就赶着了,就忘了看一下 郭老太今天呢,有没有托一托过市 因为都升得挺英俊的嘛 但是呢,都是70元以下咯 那它现在的市值呢,都是不够2000亿的 只剩1976亿的,那我那条片也说了啦 这个新鸿鸡最高峰的时候呢,和现在呢 呢,起码呢,就蒸发了3000亿以上的啦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追得回这条数呢 相信都挺难的啦 那现在呢,应该还有排阶的 好了,另外呢,讲了两个故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地产市道的问题 那这个呢,就是超级的豪宅来的啦 这个是Mount Nicholson 那我听说呢,有一座的洋房啦 那月租呢,就80万呢,就租了出去 那,显示到新价,但是 新价是不是真的那么值钱呢? 那大家听清楚啦 因为市场上呢,透露了,这个Mount Nicholson呢 有一个实用面积7000尺以上的一个屋啦 那那业主呢,去年呢,就放租啦 那他想着呢,就叫价84万啦 那那近日呢,就有内地客呢 就以80万,和他租了他 那说了4万价钱而已 省了4万 那其实呢,如果平均每一尺来计呢 一尺一个月呢,是要114元 哇,比中环啦 那是不是很好呢? 那这个,这个业主呢,他在2019年 即是四五年前啦 就用5.8亿元呢,就买入这一家屋 那如果每个月呢,只能够租80万的话 那那剩下12个月,那一年都不够1000万啦 是不是呢? 那其实租金回报率呢 只是只有1.7%而已 那我想告诉大家 我想告诉大家 平均来计的话呢 呃,其实呢 这个五亿八千万呢 如果有七千零八尺的话呢 平均价格就是大概八万二万一尺 但是呢,如果你看他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呢,回报率只有1.7%的话呢 我就宁愿把这些钱呢 就放在银行收息呢 就应该会赚得更加多的 所以其实呢 这个,这个楼盘呢 现在每借呢 最多啊 值四万而已 我真是估计 如果用4%回报率 或者3%回报率的话呢 都不会是百万多的 所以这个业主呢 就算给他赚到这八十万呢 都是要蚀住走的啦 甚至呢 还有哦 可能包买这些管理费在里面的话 KT卡啦 加上去 其实七除八扣 他锁剩无几哦 那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呢 就是李泽巨啊 为什么当年他要卖出了这个中环中心呢? 他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我发觉那个楼价升到呢 那个回报率是低于2%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理由应该要持有他咯 所以当时呢 就用这个4802亿呢 就卖了这个中环中心出去 那同样的道理 你现在见到这个 Mark Nicholson 他现在那个回报率呢 那个租金的回报率呢 只有1.7% 少得那么可怜的话 那你说啦 要不呢 他业主有大把钱 就希望等下等下呢 就可以等到将来呢 那个楼市呢 好得回的时候 就可以回到以前的水平 跟着呢 他才卖楼走人 那就不需要亏那么多钱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估计他现在 分分钟 起码是一几两亿才可以走到 那这个是第一个故事啦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跟这个 池带带王陈先生有关了 那他呢 也都去货哦 听说呢 他持有这个 旺角西洋菜南街的地铺 面积呢 900平方尺的 那现在呢 就由一间的 什么香港手打 鱼蛋牛丸专门店呢 就成租的 那月租呢 十九万而已 听说早前呢 这个陈先生呢 就打算用七千万放租 放租的 那后来呢 当然被人砍这个价啦 七千万啊 人家都懂得计回报嘛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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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见到他现在,原本叫价7000万的,4850万他都肯卖出去的话 证实他自己都看得不好,要不就等钱花了 所以现在平均卖出去是53900元一平方尺 不过这个陈生都不用虚钱的,因为他在2002年就以2800万买回来的 那现在4850万卖出去呢,其实他都赚到2000万以上的 升值73%,不过就没得领那麽准啦 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新的业主买入的话,他都很厉害,为什麽这样算呢? 如果我用4%,19万的租金,如果以4%的回报率来算的话呢 理论上这间铺位呢,就可以卖到5700万 但是呢,这个新的业主他只是用4850万买入 就是说呢,他起码想着都要收5%他才肯制的 那你看看,现在这个时势,人家5%才肯制 因为,为什麽呢?可能遲些再续浴的时候,这个什麽香港手打 鱼蛋牛丸专门店,他可能说,哎,19万贵的了,我不租了,那麽说 可能到时还要减租呢? 所以计算这条数下去的话呢,4850万,就是这麽上下的了 所以现在我们香港呢,其实那个租金方面呢,都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这个汇丰银行啦 那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平安保险,就是阻止这个汇丰发达的 那为什麽这样说呢?那当然是有原因啦 那话说呢,这个北水呢,就因为呢,就持有这个汇丰银行的股票 那听说呢,早前,连续10天呢,就淨流出 就是说呢,有人呢,是在那儿减持着股票的 那减持着股票呢,那些人呢,就联想到呢,就是 没错啦,汇丰银行的第二大股东,这个呢,就是平保 就是那个编号2318啦 那他呢,是不断可能在沽货,但是沽又沽得不是特别多啦 因为资料显示呢,就说在这个北水呢,对这个汇丰的持仓量呢 由6月20日算起呢,累计呢,就减少了1888万股而已 那其实占这个汇丰银行的总发行量呢,就很少的而已 0.1%,这么大把而已嘛 不过,如果是以这个市价来计的话呢 当时来说呢,已经套现了大概,就是出售了股票之后呢 套现了大概13亿元 那13亿元算不算多呢?那当然不算多啦 因为汇丰银行这家公司,都成万亿的嘛 那,平安保险呢,在这个5月7日呢,就披露到呢 就是它在汇丰银行的持股量呢,就跌穿了8%的啦 那之后呢,就没有进一步再讲一些的任何消息 那所以呢,现在就不知道呢,它有没有还在慢慢出货呢 那因为呢,平安保险呢,那个话事人呢,他这样回应的 他说,其实他们拿着汇丰银行呢,是他们长期的财务投资来的 就是觉得汇丰银行是好咯 因为汇丰银行呢,一直在亚洲呢,都保持一个独特的优势喔 所以对它呢,长期是有信心 但是你对它长期有信心而已 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持有它之后呢,汇丰银行的股价就不是很升咯 那,虽然最近这个股价很帅 但是那些人都一样的投诉 就是为什么搞来搞去都升不穿这个70元一股这个水平呢 呢?就是可能就是这个2318呢,他最近在这个市场上呢 有空沽一下,有空沽一下 所以那个股价就是升不上去咯 不过呢,听说平安、平保呢,内部团体也有考虑过多个选项的 他第一个选项呢,就是公开在市场呢,就减持汇丰的股份啦 那第二呢,就是如果有些大鳄,或者有些比较有钱的人呢 不如索性呢,一炮个呢,就是买了些股票给他 那也都可以呢,用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价钱 也都不需要那么辛苦 那就可以套现了一笔钱回来了 那平安,或者这个平保啊 对这个汇丰银行持股量呢,现在还有15亿股的喔 那15亿股呢,当然啦 这里讲的,如果持仓量呢 是跨越了1%的变动的话呢,那就要披露 但是如果呢,在这10天里面 只是减持了0.1%的速度的话呢 到下一次有1%的变动的话呢 可能是几个月之后的事啦 所以呢,慢慢慢慢就可以看清楚 到底这个平保呢,是不是在慢慢减持着呢 那汇丰银行呢,今天都帅哥啊 下升到67个多,不过始终都是那句咯 是升不穿这个70元这个水平 那汇丰银行现在的市值都有近12000 接近500亿啦 那所以都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那所以你减持的话呢 可以做到多少呢,我就不知道 不过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平保啊,他现在手头上拿着这个股数呢 有超过15亿股的话呢 现在市值呢,刚刚过了1000亿港元 那所以这1000亿港元呢,其实对汇丰银行来说呢 不是一个大数目来的 如果他跟汇丰谈得到的话 汇丰现在拿出来的金牙,拿来这个回购股份的话呢 索性和这个平安呢,不如四四六六拆备它的话呢 反而更好 大家了了这件心事 第一,这些股份如果被汇丰买入的话呢 也都会注销到它 也都不会在市场上卖出去 那平安呢,也都不需要在市场放 因为市场放的话呢 也都会令到影响股价 令到股价呢,不能升得那么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倒不如,不如两家公司谈备它呀 可能对平安来说呢,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马上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幅图 这一幅图呢,就是汇丰的股价的走势图 那其实呢,你看回最近2024年呢 真是差点就碰到七十元这个水平了 不过现在很可惜,还差一点点 那不知什么时候呢,才能捱得过 可以穿了这个心理关口,升到七十元 令到那些股东会开心点 那汇丰人狼呢,上年的记录呢,就做得很好了 上年呢,那个盈利呢,增长了五十六个percent 那,那又赚到一千七百五十二亿元 哇,这些公司真是没得顶啊 不过呢,今年的第一季呢,就做得一般的了 不过呢,有少少倒退 那不是很多的,不是很多的 那,截至到三月底为止的第一季的业绩了 那,在这个税前的利润呢,大概有126.5亿美元 那,按年呢,就跌了1.8个percent 那,不过不要紧,这个是第一季而已 我们还有三季在后面了嘛 所以第二季呢,就会陆续这样来咯 如果第二季都是好的话呢 那,就顿回来的话呢 可能今年呢,有轻微的增长 那,总之呢,不要倒退的话呢 对汇丰银行的股价呢,已经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了 那,所以,那,我们尽管慢慢看下去啦 那,第二季的业绩呢,或者中期的业绩呢 很快就会公布的了 那,如果好消息的话呢 可以一举冲破了这个七十元的大关 那,是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呢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中国平安呢 应该都要把手头上汇丰银行的股价卖出去呢 第一,那,他们大家都不妥对方的 那,相爱很难的嘛 那,既然相爱这么难了 那,那就无谓令到大家痛苦啦 如果你是赚到钱的 就是平安是没有产到钱的 可以呢,是抽身离场的话 都有好处的哦 那,你看,以香港这个 中国平安的市值啊 以1658亿来计啊 他手头上拿着汇丰的股票呢 超过一千亿的哦 如果和汇丰的管理层谈得好好的的话 那,你知道汇丰银行现在都 每一季都起码拿20亿或以上的美元呢 是出来回购股份的嘛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如和你买了它 那你又了了一件心事 又快点拿到那些钱 那汇丰银行呢 又可以注销到这些这样的股票 那也都不会流出市面 也都不会影响股价 有机会啊 因为听到这个中国平安撤离这个汇丰呢 反而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呢 那,我不知道啊 不过我觉得 如果大家呢 是相处得不开心的话 不如暂时分开一下 那你拿到那些钱啊 那你中国平安拿着一千亿 去哪里投资都行啦 分分钟去买美股啊 赢到开行呢 或者拿回到大陆那里 也都可能赢到开行都不出奇呢 那,汇丰银行又可以了了一件心事 不用让第二个股东呢 经常在股东会里结结结结 那他呢 向前走的幅度都容易一些啊 所以呢 应该是一家便宜两家着的 那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不过 汇丰银行呢 暂时来讲 当然大市影响他的股价 也都呢 是由第二股东 这个中国平安呢 可能不断在市场上呢 滲下滲下呢 在套现中呢 也都是影响他的股价 只不过 汇丰股价呢 不要跌得太厉害的话呢 对所有小股东呢 应该都有交代了 因为今年来呢 就会全面恢复派息 那如果业绩好的话 再加多一点股息的话呢 那大家就很开心的了 那你就知道 汇丰现在的回报率呢 都相当之不错的嘛 那希望大家 可以在这个本地的公司 汇丰银行呢 继续赢多点钱 因为呢 汇丰呢 是我们香港的汇丰的嘛 应该做得好好看看 令到大家都开心的 好了 这一集说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各位